调理是一场原地的旅行 假期不能出去玩的我 决定在厨房来一场不一样的旅游 第一站是阿根廷的吸冷牛排 牛排用厨房纸巾吸干水分之后 用盐 黑胡椒 橄榄油先腌制后 再下锅煎 有迷迭香和蒜的话 别忘了掐一把 它是牛排的绝对搭档 坚守的牛排别着急切 切用锡纸裹住 让它静止一会儿 可以让牛排的纤维松弛 牢牢地锁住肉汁 第二站 山东的有机蔬菜 有机的蔬菜简单处理就可以了 所以我将它们和牛排 搭配成了沙拉 营养更加均衡哦 第三站 中东口味的北非蛋 将洋葱 番茄和口馍 切成蔬菜丁 炒熟之后装进烤盘 接着打入一个鸡蛋 然后将烤盘放进烤箱里 180度烤15分钟哦 如果你没有烤箱 可以直接把鸡蛋打进炒锅里 最后再来一份广州香满楼的牛奶 阿根廷的西冷牛排 山东的有机蔬菜 还有中东口味的北非蛋 虽然足不出户 但舌尖可以翻山越岭 遍地风流啦 嗯 这肥肥的特别香 好香的哦 好像一块不够耶 下桌间多一块可以吗 祝大家假期愉快哦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 记得给我点个赞和关注哦 下桌子 或者是一个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